《香港故事尝設展》 我們現在就在《香港故事尝設展》的入口 我們這個叫做《香港歷史博物館》 所以很自然地我們的尝設展 就是一個講香港歷史發展的展覽 我們這個展覽其實是由4億年前到1997年 《香港歷史博物館》 我們首先介紹這個開始的部分 大家看到我前面都有一個地球 因為我們的第一個部分是講香港的自然歷史 所以我們首先要知道香港的地理位置 我們在中國的最南端紅點那裡 這個地球現在是沒有移動的 但實際上最初的時候 我們利用那裡射一些光線 就像雲般在那裡飄 在那裡飄的時候 大家就會有一種動感 覺得地球好像在動 我們知道地球從西向東這樣動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門口 寫著4億年前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這裡是一個時光隧道 為什麼是4億年呢 4億年其實就叫做泥盤紀 其實就是我們香港目前所發現的石頭 最早是屬於泥盤紀 所以我們就用泥盤紀 作為我們整個香港故事展覽的開端 後面那裡擺出的就是有幾塊大的藍石 其實有一些就是南京地質研究所給我們的 為什麼呢 其實原來我們在4、9年前 我們有時收到的一些藍石 除了我們自己有標本之外 我們是交給當時的南京地質所 南京地質所 大家知道那時南京是首都 所以我們到我們擺展覽的時候 就向南京拿回一些這些藍石標本 每一個不同的地理時代的石頭 都是不一樣的 而是真真正正當時是有一間 就是本地的西人開的一間 就是造這些藍石的 其實那些是玻璃鋼來的 就是的公司 就真的很認真地去賭帽 但是這裡其中有一個 例如大家看到這個白色這個 這個就是大理石來的 香港的地表是沒有大理石的 但是這個大理石我們是去深圳賭帽的 我們在深圳找到一個 廢製了的大理石的一個礦場 我們就找人去那裡賭帽出來 我們這裡也是每一個地質年代 我們就用一個影像 就是讓大家可以大概知道 那個地質年代的地貌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前面會有一些 就是屬於這個年代的 不同的石頭 這些是全部都可以摸的 就是給大家有個感覺 那這些當然是真的石頭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有少許紅色的 這個就是赤洲的沙嵐 就是這樣 這邊是東平洲 一片一片我們好像千層高 我們剛才從時光隧道一直過來 在這個部分差不多 就是在自然歷史這個部分的 最後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就有一套片 就是講香港的地質的發展 這裡大家留意到 上面很多岩石 下面其實也有些岩石在那裡 我們待會說到 比如說到那個花光岩怎樣形成的時候 就會說到火山爆發 這裡會有一個特殊的效果 也都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種吸引人的一個手法 就會是這些岩石變成紅色 配合一些好像火山爆發的聲音 大家真的可以置身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 我們剛才在那個時光隧道 一出來的時候 突然間大家就發現 豁然開朗 其實這個也是設計師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概念 剛才那個部分 就是講香港的地質 地質地貌 來到這裡 就是講香港的那個自然環境 這個森林 也是我們整個博物館最高的一個地方 這裡有18米高 那這些樹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是想營造一個 香港是幾乎沒有人在活動之前的這個整個自然的環境 所以我們就很緊張 就是這些樹種一定不可以是外來的樹種 譬如我們現在講楊子晶 大家都知道楊子晶是別的 所以也都經過譬如說是廣東省的華南植物研究所 或者是我們的家道理農場等等 我們一些專家給我們的意見 就是這些應該是在大帽山附近還有的 叫做安樹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美國的專造樹的那間公司 他就找了幾個人來之後 我們有些專家帶他們上去 就拍了一些照片 以及將那些樹皮撕下來 他們就在美國做完之後用船運過來 那當然就其實是駁過去的 就不是一條過的得尿這麼長 其實就是中間有些地方是駁去的 不過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到 下面也有些動物在活動 大家會看到的就是老虎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香港會有老虎嗎 其實香港是有的 其實我們也都在歷史上出現過 老虎在新界上水出現過 我們原先博物館的收藏是有一隻老虎 我們以前在舊館也展出過 那隻老虎是一隻標本 但是我們放了出來之後 才有人發現不是 那隻是孟加拉虎 這裡距離孟加拉也很遠 孟加拉又要經過泰國 又要經過越南、經過廣西 這樣來很遠 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最後就不放那隻孟加拉虎 我們寧願做一隻華南虎出來才行 如果不然就變成村崩了 大家也會看到這裡的剪板裡 也會介紹香港有不同的樹種 或者香港有一些不同的鳥仔 香港的動物 我們也有一個螢幕 大家可以進去再看 例如香港有甚麼鳥仔 有甚麼鳥仔 大家後面看到的就是我們這個森林 大家要仔細看 因為這個森林裡 其實是藏了很多動物 我們看到那邊有隻老虎 那邊有隻熊人 這邊有很多野豬 大家知道香港現在周到也有野豬 但我們做的年代 其實香港不是太多野豬 其實這個地方有很多鳥仔聲 那這些鳥仔聲 其實我們也是經過很仔細考證 有些甚麼鳥仔 即我們肯定在香港有一個鳥仔 這裡就交織成一個 鳥仔在唱歌的氣氛 來到這裡 其實這是一個研究地 一個被人在這裡學習的一間這樣的房間 這裡就有貝殼 有岩石 也有蝴蝶 我想很多這些蝴蝶也好 或者是貝殼 其實現在已經找不到 因為整個生態環境 就已經污染了 你看到這裡很多這些蝴蝶 其實香港蝴蝶的品種 和香港飛鴻的品種都非常之多 上面我們會見到 有一位叫李炳忠醫生 他其實很喜歡用公餘的時間 做一個小型的樹林 然後把蝴蝶捉回來的蝴蝶 做了一個標本 把蝴蝶放在這個空間裡 然後把蝴蝶放在這邊 我們正在那裡 就是一個自然的生態環境 來到這裡就有人的活動了 所以這個部分還沒有歷史紀錄 所以基本上是用考古的材料 來重構這個活動的場景 其實我們想讓人知道 就是我們的先民是怎樣生活的 我們就利用我們香港出土的一些文物 大家看到這些展櫃裡面 都是香港出土的一些文物 這些人全部都是在天津做的 因為天津很有名 所以我們會發現這些人是全部沒有顏色的 我們的構思就是不想他有顏色 做了一個真人的時候 大家就會把專注力去到那些人 看不像 而實際上我們想強調的就是他們的動作 因為譬如說他在磨石 或者打製石器 或者是用石刀來撞魚 其實就是強調他用的石器 和他用的方法 這裏來說 譬如說那裏的獨木舟 我們當年也考證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因為他們要捉魚 我們已經有一艘船 我們就用很原始的當作是一個木 只是將它中間鑿空了 就變成一隻獨木舟的形式 這裏你看見整個環境 都好像是大浪灣那樣的樣子 這裏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有幾個步驟 譬如說這裏其實是一幅畫 但這幅畫其實是分開不同的一段一段 我們說是一個比較仿真的一幅畫 來到香港的時候 打開它之後 就將它鑊在一起 一張一張鑊 當然大家看不到 所以它鑊的鑊 鑊的鑊也是做得很好 這個沙灘也是橫石造 最後就是鑊鑊 但是鑊我們還有一個考慮 因為鑊 我們就很怕小朋友來到之後 就找鑊來玩 所以鑊就黏住了 去到那邊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就是 既然是一個家庭 我們又要有女子 亦都有小朋友 所以那裏會有做那些柱洞 因為我們都發現那些柱洞 所以我們就當它在建屋 我們又不是百分之百肯定的屋是怎樣養的 所以我們就無謂做出來 只不過是當它在建屋 在那邊我們會看到很多石頭 那些石頭基本上都是實用的 那這裏我們會看到一些另類的 譬如說這裏有些是蟹地灣出土石的飾物 或者一些石穴、石環 那裏其實打磨得很光滑 那當然在這些裝飾品裏面 就有一件很特別的 就是一件禮器來的 那這個就是石牙漿 那這個牙漿就是在 南馬島的大灣那裏發現的 那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比較重大的發現 因為到今天為止 我們只是發現過這個牙漿 那這個牙漿其實在商朝的時候 中原地區它是一種禮器來的 就是它已經脫離了一個實用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當時是 就是奧吉法先生持牌 就和這個中文大學的考古中心 就是他們合作就在那裏掘出來 這個可以說是香港現在所發現的文物裏面 最突出或者最珍貴的一件東西 那這裏我們也看到很多的石穴 其實它其實都是一種 原先它應該是一種實用器來的 但是到這裏的時候 它也是一種禮器 可能是制製的時候用的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這個時代 在這個地區活動的 叫做穴族 這個穴子其實和這個穴子 你看看穴族人 所以稱為穴 就可能和他們用的這個 這個這樣的器具是有關係的 剛才那裏還有很多石器 大家可以看它 來到這裏就是所謂的青銅器 其實這個工具的發展 也推進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你會看到它這裏就是 我們不單止發現了這一類的青銅器 各種的工具 有些矛、有些箭竹、有些斧 有些斧 另外更加重要的發現 就是發現了那個帽 就是它燒造這個青銅器的時候 它有一個帽 證明這個就是本地製造的 不是外面來的 當然這裏可以說是 升級的展品 就是這支人物的弓形的劍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這個其實就是在石壁 我們知道石壁現在是水塘 但是石壁還沒起水塘之前 那裏是一條村 其實那時候我們應該是其中一個 我們的顧問在那裏考察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這支這樣的劍 就將它捐了給博物館 這支劍的劍身上有一個人頭的 它披發的 其實我們就說這個珍貴在 就是看到當時的我們叫做古穴族 它的形象 具體的形象是怎樣 那這個沙灘去到尾 就是我們故意將香港其中一個石刻 就在這裏做了一個模型 那這個就是大浪灣的石刻 當然我們習慣上 都當這是一個青銅器時代的一個文色 那應該可能是尖文 或者那時候的漁文 就可能是丟了這樣的東西在這裏 可能是有少許震海的作用 但是具體的作用是什麼 我們現在都不敢說 這個究竟這個是做什麼的呢 但是只不過我們知道 它們是沿著香港的海岸 就是我們會發現到這種石刻 這裏你會看到就是有兩個神父 他們進行考古發掘的時候 發現的一些文物 這裏就是分帶禮神父 他是耶穌會的神父 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就來到香港 其實就是挺有趣的 是一個挺偶然的機會 它有一次經過我們今天說的 動植物公園 那時候叫植物公園的時候 那時候剛建了一個噴泉 他發現那些石 發現那些石裏面居然是有些 就是他一看 咦這些是古代的石器 所以他就去了南蛙島 在南蛙島做了一些發掘 所以他可以說是香港考古學的一個先驅 另外來說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知道那年代出土的一些圖伴 有些就是我們叫做葵文 有一個Double F 這個Double F其實是用他 因為他是Father Finn 他分帶禮神父 Father Finn 那麼F F 其實就是用他自己的名字 叫做Double F Pattern 那這位就是麥雪良神父 麥雪良神父就是 中在外方全道會的一個神父 他又編寫了一本叫華南史前史 他是第一個用碳十四來測定 中國古代考古的這些研究的一個學者 所以我們這裏就把兩位神父 他們所發掘的部分的文物展出這裏 都是有一定的可以算他們兩位都是我們香港考古學的先驅 都是戰前的事情 我記得那個年代 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 我曾經都在南丫島住過 其實在我們住的地方 上面就是有一間學校的 叫南丫島北亞的一間小學 後面的山那裏 其實我們走過都見到有一些 可能是碎片 就是破了的這些圖片很多 所以南丫島真的是考古天堂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牙張 又在大灣那裏發現 所以很多位置 心灣也是另一個位置 所以可以說是香港考古天堂來的 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就在一個仿照李正空海武器的建構物裏面 我們故意 因為這個部分基本是展出李正屋的出道文物 那麼李正屋就是1955年 就剛剛建那些環節區 大家知道1953年又成為美大火 那建環節區的時候 他們就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墳墓 那麼這個是一個我們叫做十字形的 那是窮龍頂 上面是一個砌一個窮龍頂 是一個磚室墓 用磚砌的墓 那麼到現在為止 香港是未發現過第二個漢朝的磚室墓 那麼當然這個漢墓裏面 一樣很有重要的發現 就是它的磚是有紋色的 那麼其中呢 就最特別的就是我們見到 有些磚上面寫著大吉潘宇 那麼從而我們就知道這個地方 那個年代是屬於潘宇的 那麼還有呢 大家看到這裡一進來 就是設計師有一個這樣的構思 就給大家可以看通 那麼這裡就是展出一些漢墓的出土文物 那麼跟著後面就有一個九龍寨城的一個模型 那麼再後面就另外一個展廳 那麼就是文鑊風俗的展廳 那麼其實也是一種構思呢 就是吸引你一路向前走的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設計師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設計來的 來到這裡就是宋朝 那麼宋朝什麼那麼重要呢 其實如果我們說 我們香港的外面來的人 其實最早應該是宋朝 現在我們可以追溯到 那麼這個就很有意思的 這個叫做食衣碎山 那麼總共我們現在發現的兩塊碑 那麼這個是其中一塊 那麼這個應該是在萬國咀發現的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在梅窩 即是在梅窩裡發現 那麼什麼意思呢 那麼這裡其實就是宋朝的時候 有一個大臣叫做李卯英 那麼這個其實是宋朝的時候 是封給他的一個食衣來的 就是當時朝廷給他的一個封衣 就包括了今天的大嶼山 那麼其實宋朝呢 我們都很多出土文物的 這裡只是部分 那麼大家會看到 都是這些清池 那麼大家也都記得 在幾年前 起沙中線的時候 就在宋王台站那裡 就其實是發現了一些古井 那麼另外也都有一些的瓷器 這個就是那個所謂宋王台 現在就剩下那塊石 這個當然就是提到就是宋朝末年 可以說是香港第一次 是由一個很荒壁的地方 突然間去了歷史的一個焦點那裡 那麼這個就是宋朝的最後的兩個皇帝 宋帝氏和宋帝丙呢 就逃亡被員兵追 就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來 這個地區呢 就在我們香港附近呢 也都是活動過一段時期的 我們看回香港呢 那個地形呢 我們其實就在 南中國幾乎最南端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呢 在歷代來說呢 都是可以說是海上 就是這個運輸 或者海上交通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這個呢 就一有意思了 因為我們知道 明朝呢 除了鄭和夏西洋之外呢 大部分時間是可以禁的 但是 大家知道呢 它禁還禁 但是其實這種的貿易呢 是需要的 那要視乎呢 就用走私的方法進行了 那其實一段很長的時間呢 都是靠走私的貿易 那麼我們就在竹高灣這個地方 就是今天的迪士尼樂園這個地方 那麼呢 就其實是發現了 大量的瓷器 那麼就 但是呢 我們發現這些瓷器呢 全部爛的 全部打爛了 沒有一件完整的 那全部都是明朝 有它的年款的了 那麼其實到今天為止 這個都是一個迷來的 為什麼這個地方 發了這麼多瓷器呢 那麼 那麼有一個說法呢 就說 可能是那些船 從廣州駛出來 去到那裡 就將一些爛了的瓷片 就劈在沙灘裡 那麼另一個說法呢 就說 竹高灣可能 其實是一個走私中心的 那麼這裡過來呢 就是我們香港 一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叫做緩搖位置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們香港 自己做的瓷器 如果你說香港的 古代工業呢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環 因為它們是外銷的 除了我們珠三角地區之外呢 我們在菲律賓 很多地方 都發現碗窯的東西 那就是說 他們那時候呢 會是外銷到海外的 所以這個是 可以是甚麼 香港最厲害的一件事 古代香港 即是未開放之前 那這裡呢 就是講海關的 那因為呢 其實越海關呢 就在我們香港附近 設了四個 那麼這個關呢 其實一直到1998年 就是當這個簽了 這個展台香港戒指專條 就是新界租借了之後 這四個關就封 就沒有了 就改了改了去其他地方了 其中這個呢 就是在佛頭洲 其中一個地方發現的 這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發現 就是一個石聯的一個部分 就叫做 德懷膠子國功夫遙通 膠子國呢 當然是指越南 那所以呢 這個看來 一定是跟那個碎有關係 那下面寫著 碎廠直理從修 這裏呢 是一個九龍寨城的模型 那九龍寨城是甚麼一回事呢 那在英國人拿了香港之後呢 那當時的清廷就覺得要加強 這個周邊地方的防衛 那所以呢 就在1847年的時候 就建了這個寨城 然後呢 就把大鵬協庫搬到這裏 所以裏面呢 有衙門有成 1898年 中英雙方 就是因為英國人要租借新界 簽了這個展度香港戒指尊條 李雄章就堅持呢 就是在他租借的範圍裡面呢 是要將原來他的衙門所在地 不在租借的範圍之內 但是英國人簽那個戒指尊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留下了少少陷阱在那裏 他就說 德這個地方仍然是中國管的 但是呢 這個地方不能夠威脅到香港 那這個甚麼叫威脅呢 其實就是 就是很難說的 所以他最後呢 就用認為這個地方的存在 威脅到香港的情況下呢 就將這裏的英 中國的駐軍趕走了 英國人也都在法理上 是沒有任何法律的依據去管他 那所以這個地方慢慢就沒有人管 那結果就成為一個 香港一個所謂三不管的地方 這個可以說是我們整個館 這個香港故事裏面是最大的一個空間 那是怎樣來的呢 因為其實就我們在80年代尾的時候呢 在舊館已經做過一個香港故事 那那個年代的時候呢 我們的設計師就發現 原來我們民間風俗方面的藏品是最豐富的 那事實是的 因為我們在60年代70年代 一直都在新界那裏收東西 那收了很多東西的 那我們曾經找過一個西虎呢 就專門幫我們收衣服 那去到很多禁區有很多地方收衣服 那就是把這些衣服拿出來 就是給他收 那樣的 而且這件事呢 香港很獨特的 我們經過這麼多年來呢 其實新界那個 仍然是保存了很多 就是我們所說的民家風俗 今日所說的就是所謂 非物質文化遺產 譬如說那些和宗族有關的一些 就是一些制製 一些節日 而且香港呢 就是我們傳統上是有四個文系 廣府 就是我們叫做本地人 客家人 另外一個就是水上人 另外一個就是學老 就是福老 就是海陸峰那邊來 那所以我們這裏呢 就是用回我們傳統那四個文系 這裏就放了很多就是我們收回來的漁紋的用品 他們的煮飯的用具啊 漁肚啊 就是各種的東西 那這裏呢 本來我們的設計師呢 就覺得是不應該有的封住的 但是我們就發現呢 有些小朋友呢 就爬了進去 那裏呢 就發現裏面有可樂罐 Kili Krat 各種的垃圾 那所以最後都沒有辦法了 就製了一塊東西 玻璃封了 又怕被人撞上去的頭 那所以呢 就製多一點點 我們設計師見到 就真的眉頭都皺了 因為這個和它完成的概念呢 就不妥的 那講起鹹魚呢 就我們曾經考慮過呢 就真的擺真鹹魚的 那後來我們就怕了 因為真的鹹魚擺在那裏呢 就會惹了很多蟲啊 或者是吸引一些小動物 那就免得了 那我們就 就擺一些假的鹹魚 那我們原先都打算 曾經考慮過呢 就塗一些東西上去呢 就是有那種味 大家看到成祭堂的時候呢 進去就會擺一些藥材在那裏 那所以就是很 就是我們叫做multi sensory 就是多元感官的 那自己就可自身歷其境 那這裏呢 這裏是介紹什麼呢 這裏介紹是一種叫做複佬 那其實複字呢 就是如果說福建話 是讀它學字 所以你有時會見到 寫學佬 不是寫複佬 那他們做什麼呢 其實有很多是做鹽的 以前有竹魚 其實他們的生活方式 和水上人比較接近 但是他們就不是住在船上 他們是住在岸上的 我們後面這裏呢 看到就是一個做鹽的場景 那就浪費鹽 那我們知道以前 我們香港的大澳很出名 大澳很多鹽田 但是大澳的鹽田已經一早荒廢了 所以我們做這個部分的時候 因為我們每一個文系 我們要捉住它的特色在哪裏 所以我們就和我們的法裔 加拿大的設計師 我們就捉了它去哪裏呢 去一個叫平海的地方 平海在哪裏呢 平海在深圳熱東 都是海邊來的 平海那裏就是有很多鹽田 所以我們去到那裏之後 我們就拍了很多照片 帶來我們的設計師去 讓他感受一下 拍了很多照片之後 大家看到後面這張照片 就是平海來的 就是當時拍出來的 那裏呢 我們也有一個這樣的水車在那裏 這個水車也是我們收回來的 那這種水車有趣 這個水車我們用了兩千年都沒有變化 漢朝已經有這樣的水車了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你發現福老人有個很特別的呢 就是無論客家好 無論本地好 無論水上人好 他穿的衣服都是比較暗色的 很樸素的 但是福老人呢 其實他們穿的衣服很鮮艷的 所以那邊有一個展櫃呢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小朋友 穿的衣服 花哩花褲 其實這個也是福建人的傳統 其實本地是什麼呢 本地其實就是最早在這個地方定居了下來 這個當然我們就用這個鄧族作為代表 他們在北宋的時候 就已經在我們今天錦田的地方定居了下來 我們後面這裡看到的就是一間祠堂 因為其實所有的族群都是 其實他們的活動 在農村裡活動的中心點就是祠堂 所以這個祠堂其實就是一個村裡的中心點 它是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在這裡來講我們就特意選了 就是粉嶺的松嶺鄧宮池 松嶺鄧宮池是古色古香 非常之危惡壯麗的 這個我們是一個宿水 就是稍微在我們的館裡面 當然是稍微小了一些 但是你看到其實我們其實是挺認真的的 我們其實就是在一個館裡面再建一個祠堂 大家看到那些銜板都是很漂亮的 雕刻很認真的 大家就可以慢慢欣賞 在我們這個祠堂裡面 我們就把本地人的生活濃縮了 我們這個部分 整個部分我們就是講本地人的 即是講本地人 所以我們這裡就講到是生 然後後面那裡再過了這個部分之後 就會是結婚 這個其實就是人生裡面不同的階段 所以就是生然後結婚 另外有一個部分是講 譬如講祭祀 其實就可以涵蓋了一個人 一生裡面的不同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進來這個鄧氏宗池 他們就有一個雜族 在每一年的延宵 就每一個家庭 如果在過去的一年 是生了一個藍丁的話 那他就會是 怎樣燈在那個祠堂那裡 那我們做這個部分的時候 當然是參考了 另外重嶺鄧公池的很多方面 譬如他們做的燈籠是怎樣的 我們也是參考了 另外來講 重嶺鄧公池旁邊 是有一間天后廟的 所以這裡又有個天后 這個天后可能是作為一個 Witness 就是它是見證了 即是有一個神靈在那裡 見證了這個所謂人口登記 其實是一種人口登記 就是這個點燈儀式的一個活動 大家會看到這裡 亦都看到直盆菜 這個食盆菜 其實是農村裡面 很多活動 村民走出來幫忙 變成你就要給他們一頓飯吃 所以其實原先的盆菜 就不像現在那樣 變成了一種美食 而是那一年代 其實是一種象徵著 族群裡面的那種凝聚力 大家一起吃飯 一起去做某樣東西 其實是一種象徵的意義 那這裡有一道門 這道門其實應該有一道門打開了 我們就可以看到後面的一個結婚儀式 現在進到這裡就是講婚禮 在我對政這邊就有很多跟夏拼禮 或者結婚有關的一些文書 即是三書六禮的文書等等 那這裡就有個場景就是關於 其實就是分禮 所以把新娘一直托著 即是擔著一個繳 一直去到南家 那這個繳其實也有一些來頭 因為這個繳原來是在長洲用的 大家知道長洲是沒有車的 沒有汽車 所以以前的人 他們出嫁都仍然是用繳的 所以你會看到後面寫著永隆 我想是永隆圍的一幅相 永隆圍其實就是家慶圍很近 家慶圍旁邊都有個叫永隆圍 大致上這個就是講婚禮 來到這邊就是講客家人 所以一邊我們就是看到一個場景 就是一個農耕的一個場景 就在這裡收割了 大家看到了 這幅相其實很難找的 要找到一幅相是新界 因為新界以前很多種稻米 是很多的 元朗斯苗在以前很有名的 所以我們找到一幅這樣的相 但是這幅相很有趣的就是 只有一個地方是穿崩的 一轉彎你見到一個小朋友戴月頂帽 你就知道這是現代的東西 在這裡來說我們講到收割 即是農田的收割 怎樣打穀 然後這邊就是仿照柴灣的樂屋 建了一間這樣的屋 香港是有不少這些客家屋 客家人的生活都是很樸素 他們的屋都比較細間 就不像本地人 在香港基本上最富裕 最富庶的地方 都是由本地人在這裡生活 所以這裡也是歷史博物館 核下的一個分館 可以說是我們收回來的時候都很殘敗 然後我們就把它收拾好 現在是一個分館 這裡裡面就放了很多農具 而且是非常逼真的 就是完全是一個客家屋裡面的裝飾 就是很樸素 但是又很實際 就是東西很實用 所以這裡基本上就是 講客家人的生活 我們現在這裡就是在一個神功氣氣棚的後台 為什麼會有一個神功氣呢 因為這裡整個場景 就是重現了這個長洲的 就是每一年的那個打照的那個場景 當然會有做大氣 這裡的氣棚 其實是整個氣棚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後台 因為這裡的擺設 完全按照一個神功氣的氣棚的後台來擺設 大家會看到很多那些氣箱 將那些衣服 就放在一個箱裡面 這些是做得非常漂亮的氣服 就是一位叫陳國元先生 他今年應該已經有86歲了 我記得我還在這裡做館長的時候 就找了陳先生來 他一方面有些東西捐給我們 另外也是賣了一部分的東西給我們 然後他也是為了使得整個場景更加逼真起見 他親自來到這裡幫我們打點這裡 就是整個後台的場景是陳先生 幫我們撿出來的 所以真的是原撿完美 我們看到這個 有個花彈在化妝 在上妝 看到用的化妝品 全部都是很地道的化妝品 其實那邊還有一個和合二仙的像 就是在利姆台 當年他拆的時候 大家知道利姆台以前做大戲 我們就把那裡有個後台擺的和合二仙像 就收了回來 相信應該是氣行他們開戲的時候 敗祭的一個神仙 一個和合二仙像 來到這裡其實是一個大的場景 就是複製長洲的太平清照 這裡就是因為在每一個太平清照的活動裡面 就一定是有大使王 其實他們主要就是在這裡維持秩序 因為在打照的時候 就很可能是晚上有很多孤雲野鬼在那裡遊蕩 看到有大使王在那裡 就維持秩序 鎮住在那裡 大家看到的這個大使王 其實就是第二代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上一次由開館 到差不多十年的時候 舊那個大使王 就已經開始覺得有點舊 所以他們就換了這個 其實這個應該是平洲的一些師傅做的 因為他們還是很懂紙紮的工具 但是你會看到那個工 其實到現在來說 那個工已經慢慢稍微粗了一些 這個長洲的太平清照 它就會有這些飄色的 所以你看見這些武龍 這些後面的飄色 其實都是我們在長洲收回來的 非常之珍貴 有一個小片段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呢 就關於這些粥的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這個 特別是這個部分 就是民族的部分 很多粥的 很多都是用粥搭的 無論我們的氣棚 我們作為一個欄杆 全部都是粥 這些粥其實在我們開館前夕 出過少許問題 因為我們原先就要求那個承建商 就是這些粥 拿進來展廳之前 一定是要處理過 但是很明顯它就沒有這樣做 結果就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我們臨開館前夕 就發現這裡出現一個洞 兩個洞 原來裡面有些蟲的卵 進來之後 他們慢慢就枯化了 然後就咬了這個 捉了新的那些纖維 然後就脫殼而非 嚇到我們都傻了 因為其實幾乎很快就開館了 一定要處理這些蟲 也是全靠我們 就是負責文物修復的同事 就馬上幫我們想辦法 怎樣去捉捉他們的蟲 因為如果你關掉這個地方 還放一些什麼氣 那些氣可能會殘留在一些物體上面 可能是對觀眾造成傷害的 最後就想到另一些方法 怎樣將那些飛蛾的物體 怎樣撲殺 所以其實都相當之頭痛 在當時來說 中算都解決了 順利可以開土管 既然是長洲的太平清照 必不可少就是鮑山 我們這個鮑山是非常之逼真 逼真到什麼地步呢 除了它可能是比原來的鮑山 稍為矮了一點之外 大家看到這裡的所有的文字 你看到元天上帝 因為它主要來說 長洲是拜北帝 主廟也是北帝廟 所以這裡就是這些對聯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跟著長洲打照的時候 的那個對聯 我們知道長洲的太平清照 就是在北帝廟前面那裡進行 所以我們這裡後面 就建一間北帝廟 即我們叫做玉墜宮 我們知道 我們除了剛才介紹的神功器之外 其實有時有些神誕會有一些 可能有經濟實力 未足以請成個戲班來做戲 他們會請木偶 其實就是代替了這個神功器 當然木偶自己本身是一種藝術 我們香港以往也有幾個戲班 大家看到這個星理年是其中一個 但是其實近年來 這件事香港真的適微了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人喜歡看木偶 可能有些木偶團不做的時候 我們就將那些木偶收了 所以我們博物館的木偶收藏 是相當豐富 你會看到其實這裡最有趣的就是後台 會看到很多木偶的頭 那些衣服 所以其實香港的木偶 很多都是其他地方傳入 譬如說福建 其實敏南的木偶是很有名的 即全州的木偶很有名 我們有提升木偶 有象頭木偶 有些是用鐵枝等等 這些都是香港不同的木偶的品種 我們現在就上到二樓 這個部分展廳就是講鴉片戰爭和香港的割讓 但是還沒講鴉片戰爭之前 我們首先講鴉片戰爭之前的那一段歷史 一個展櫃就是由葡萄牙人的東來開始 他們在1498年發現了浩望角的這條通道 由葡萄牙經過非洲的南端 然後就一直去到印度 去到馬洛甲 他們發現那裡有很多華人 其實很多華人已經在做生意 我們講的是Junk Tray 即是用帆船來做的生意 所以他們覺得我們不如去中國 他們來到我們的珠江後 在珠江後他們活動了一段時期 最後就在1557年左右 就在澳門這個地方定居了下來 這個就可以說是所謂歐洲人東來的開始 所以就開始有一些西方文化 也都開始傳到來我們的中國 其實西方國家他們為了發展對中國的貿易 他們是紛紛成立一個叫East Inland Company 我們看到一隻東印度公司的船 70年代的時候 香港有一個應該是我記得是一個俄羅斯人 他是專門做這些模型 而是做得非常好 我們當時就找他做了我想有四五隻這樣的船 基本上在這個展廳看到了 這隻是其中一隻比較大的 東印度公司的這些船 他就不是說快 他是說載的貨多 我們再過來就會看到的就是 你看到的船就越來越細隻 但是船也都越來越快 這些Clipper 大家其實是鬥快的 因為譬如當時我們運的茶葉 要運到歐洲 大家要盡快可以運到歐洲 因為最快運到歐洲 他賣的價錢是會更加貴的 當然我們從澳門開始 就一直要說到廣州 因為廣州由1685年開始 我們就正式開放 慢慢就發展出一種 我們叫做十三行的制度 在我們後面 大家看到的這幅畫 就是畫了當時廣州 我們叫做十三行的商館區的風貌 你發現有一間一間的屋 其實是十三行的航廂建的 就租給一些西人住的 就不是西人建的 但是它是西式的 後面掛了每一個國家的旗 所以我們有荷蘭 有英國 有法國 美國是稍為相似的 然後這裡有一隻 就是我們自己中國的 我們叫做大眼雞 其實是福建船 這隻船很有名 這隻船叫做奇英號 曾經我們這隻船 一直駛到英國 所以駛到英國人都大氣一驚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船 當然十三行貿易裡 其實很多 因為我們一方面要做生意 二方面要防守外國人 所以其實他們有很多制爪 譬如說他們活動的範圍 只能夠在十三行 商管區的範圍之內 不准他們入省 因為不想他們跟本地人 有任何的接觸 亦都是有很多的外國人 他們開始慢慢 亦都對那個 從商的環境 有些意見 特別在1834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 那個專利就沒有了 去到那一年剛剛沒有了 之後又怎樣呢 就沒有了東印度公司 就是來中國了 變了出現了很多 我們叫做Free Traders 叫做散商 那這些散商出現之後 就更加麻煩了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中國的貿易 從來就是 他們真的用真金白銀 來買我們的茶葉 買我們的陶瓷器 所以他們譬如英國 就發現我虧本 真金白銀 所以我們又很少買它的 它的拍來品 因為拍來品又貴 加上拍來的東西 根本上都不是很適合我們用 所以他們最後 就在印度種植鴉片 其實在19世紀初 已經是大量的鴉片 就運進來我們的中國 從而是把整個貿易的平衡 打破了 大家看到這裡好像一個炮台 這個我們有一個藍本 大家知道 如果與鴉片戰爭有關 大家會馬上想到虎門炮台 就是沙角炮台 是威遠炮台 但是我們就發現 原來沙角炮台 現在的沙角炮台 後來是改動過的 就不是原汁原味 第一次鴉片戰爭 打仗的時候 那個沙角炮台的樣子 所以我們最後去了哪裡 我們去了澳門 就是澳門向西去 去到一個叫做熙門的地方 熙門是西江的出口 那裡有個炮台的 熙門炮台是現在整個珠三角地區 保存得最完整 原汁原味的一個炮台 我們說回這個 其實是模仿熙門炮台來建的 下面這裡是岩石 上面就是好像一些坑土 砰出來的坑土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個林質垂象 當然我們知道 既然鴉片煙造成的和氣這麼大 是 朝廷上面其實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是指張禁 一種是指張不禁 最後就是杜光皇帝下定決心 就找林則徐來到廣東 做這個陰差大臣來禁煙 所以這個像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們在回歸前夕的時候 就和這個林則徐基金會還有幾個組織 我們就搞了一個關於 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的研討會 當時也有很多國內的知名的 研究鴉片戰爭的學者來到 我們就搞了研討會 林則徐基金會送贈了一個這樣的 林則徐鴉給我們 林則徐的燒鴉片其實就是在虎門那裡燒的 因為虎門很近廣州 虎門其實我們知道 然後珠江的鴉在那裡是很窄的 那個口很窄的 我想那裡的潮水就脹退比較大 在那裡他們掘了一些坑之後 將那些一個好像球狀的鴉片 就把它砰爛了之後 扔到一個池裡面 再將一些生石灰和一些鹽老 放進去之後 它就產生一個化學作用 其實它是分解了一些鴉片的 當潮水退的時候 所有的東西都退到海裡 這裡有個片段 我想值得跟大家說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樣一落海的時候 其實很多魚蝦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其實未做這件事之前 是首先有個儀式去祭拜海 覺得這樣可能會傷害到海裡的生物 我想這個小片段其實 大家很容易會忽略了 在這裡展櫃裡面 我們就會看到林則徐的鎮跡 這裡其實是當年有人捐給我們 一篇林則徐的字 大家看到它的字 真的是龍飛鳳舞 當然這裡最有趣的是 這兩個我們在第一歷史檔案館 複製的兩個咒節 第一個就是在杜光十九年 就是這個剛剛是當時林則徐燒煙 燒煙之後就奏上去朝廷 杜光皇帝很開心 但是到下面這個就另外一回事 這個就是鴉片戰爭爆發的時候 於是皇帝下面就寫了大堆 這些我們叫豬筆 用豬筆寫的 下面這個就大罵這個林則徐 說它是引發了一場的戰爭 所以看到皇帝的態度是轉得很快的 大家看到這裡有三個展規 分別是放了三條的條約 這三條的條約 其實我們在英國倫敦檔案館 是複製回來的 第一條就是南京條約 這個南京條約裏面的第三條 就是提到要將香港島這個地方 就是割讓了給英國 這也是我們中國的第一條的不平等條約 第二條就是北京條約 這個就是在1856年開始 就爆發了第二次的鴉片戰爭 北京條約就是把我們香港的九龍的南端 再加上這個岸旋洲 就是又是割讓了給英國 到了19世紀的晚期 當時中國是處於一個幾乎被列強瓜分的景地 在這樣的環境下 英國人一方面要求租借威海衛 就是在三東半島上 另外就是要求把我們香港九龍以北 一路去到深圳河以南這一大片的地方 就以一個租借的方式 99年的租借方式 這個99年到期就剛剛是1997年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展托香港戒指尊條 大家看到這裡其實是一個噴泉的一個架 因為中間那個正式的噴泉就沒有了很久了 這個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就是在上環過D 就是近太平山區那裏 就是一個叫做水坑口的地方 這個地方當然就是當年 英軍在1841年1月25日 登陸香港的地方 當年就是由我們的其中一個顧問 他也是古物古籍辦事處的第一任執行秘書 就是白德醫生 是我們的顧問 Dr. Solomon Barck 就是他當時拆了這個東西 送了過來給我們 作為一個可以說 是見證著英國人佔領這個地方的時候 所建的一個這樣的一個Fountain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條柱 這個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展廳其中一件 所謂Star Exhibit 就是一件升級的展品 那這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很傳奇的 我們說1834年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專利剛剛結束了 所以英國就派他們一個叫Napier 我們叫Lord Napier 本來就打算找他來 跟中國談一談 在這個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沒有了之後 就希望怎樣擴大貿易 跟中國擴大貿易 但是他的遭遇就比較慘 因為他來到的時候 他就完全不知道規矩 當然去到澳門 澳門他就完全沒有通知任何人 他就直接上了廣州 當時兩港總督就說 喂你都沒有正式的渠道申請各方面 你就跑了上來 於是不肯見他 這樣就不肯見他 他又想在廣州想不走 那怎麼辦呢 最後清政府施壓 十三行裏面 就是停止了供應一些東西給外國商人 因為最後有那裡的英國商人 說不如你回去澳門 所以他最後就回到澳門 澳門之後 我想他是中途已經病了 所以最後就在澳門病死了 後來當時的英國商人 就為了紀念他 做了一條這樣的柱 上面應該有一個人頭在 即是有他的銅頭像 下面這個就是我們叫做Portland Stone 之後就有一個西人 就把它買下來之後 就捐了給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就把它放在墳墻裡 到我們要做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很辛苦去找一些展品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很多的展品都會是文字 即是我們說是看來看去都是文字 變成單調一些 我們希望盡量找一些展品 特別是比較大件的展品 我們覺得這個就是很理想 但是做感要拿出來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那時候其實香港墳墻 是由市政事務總署管 和我們同一個部門來的當年 我們以為可以很容易拿出來 但是他們說不行 你有沒有問過他 我怎麼問他呢 他說你問他的後人 後人是否同意才行 我慘了 怎麼問他的後人呢 我們當時通過英國的領事館 最後找完一輪之後 居然找到他的後人 不知道第幾代的Lord Napier 那是誰來的呢 就是英女王的妹 瑪嘉烈公主的秘書 我們找到他之後 我們就寫一封信給他 簡單介紹了我們有個這樣的展覽 嘗試展 我們覺得這段歷史很重要 希望可以展出這件文物 所以最後他就同意了 我們其實還保留著那封信 我們便把那封信拿給墳場的負責人看 他便同意了 我們便最後把這枝石柱 搬進來我們的展廳 大家看到後面這個閘門 就是一個複製品 它就是吉慶維的入口鐵閘 背後有一段歷史 因為我們也提過 在英國人接收新界的時候 是遭遇到新界的一些村民的反抗 打了六日的戰爭 而且也死了不少人 英國人便把吉慶維的鐵門 拆了之後 就拿走了 拿走了回去英國 但是後來我們知道 1925年的時候 爆發了省港大罷工 這個罷工延續了一年半的時間 香港的經濟完全癱瘓了 金銀派做總督之後 採用了很多華油的手段 我也知道華人的上層都是支持他們 所以做了很多華油的事 接著就在新界 將原來拿走了的鐵閘 就是歸還給吉慶維的村民 現在我們去到吉慶維 還可以看到這個鐵閘的元件 因為這個部分是講三條條約 所以我們就把一個複製的鐵閘 就放在這裡 大家看到這個大樓 其實就是我們根據一張歷史照片 其實在中環的其中一間屋 我們是根據那個來做的 這個整個氛圍 我們當作是晚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兩盞煤氣燈 這兩盞煤氣燈 都是煤氣公司給我們的 很漂亮的 大家仔細看看有些花紋 有些裝飾 因為我們最早的燈就是用煤氣 後來才是用電燈 我們看看 既然這裡我們是中環的話 我們對面應該是九龍 但是我們找我們的藏品 我們有很多照片 找不到一張理想的九龍的照片 而是可以放大 而是有些東西看的 因為大家知道 香港和九龍的發展是差很遠的 我們香港島最早開埠 所以香港島的北岸 是最多建築 開發得最早 但是反而九龍 我們知道是160年之後 才開始發展起來 那怎麼辦呢 當時我們的設計師就說 這樣吧 你不如對面做 找一張香港的中環的照片 那就是多建築 他說在他的立場 就覺得多東西看 看到中環的樓一間一間 有半山 後面有山頂 我們說不行 因為歷史博物館 我們一定要求真 我們不可以造假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偶然地 在一個展銷會裡 我們去了一個展銷會 發現有一張這樣的照片 我們就發現很理想 因為它剛剛是九龍而是紅磡 還看到黃布船 所以我們就把這張照片 買回來 而它真的放大了之後 現在看起來還這麼漂亮 是非常難得 大家看到後面那艘船 其實這艘船就是綁在後面那艘船 來造出來 我們再造多一艘山板 所以就變成在香港 隔著海港 就看過去九龍 所以就營造出一種這樣的氣氛出來 我們來到這裡就是一間銀行 大家看到這裡的鐵門 其實就是匯豐銀行捐給我們的 這個鐵門原來就是在舊的匯豐銀行 即是它1935年的時候 落成的那間匯豐銀行 大家也可能記得 年紀稍為獎的朋友 記得那個年代有些錢鉗 就是用匯豐銀行造的 這個鐵門很漂亮 大家仔細看 其實它是進入保險庫裡的那道門 這裡的紋色 就是當時法國很流行的 Art Deco 很典型的紋樣 這裡會有一個這樣的櫃桌 但是這個櫃桌就是我們在上環 那時候有間銀號可能是適合結業 我們就把這個櫃桌是買回來的 是買回來的 即是放在這裡 來到這裡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稱 這個稱也是匯豐銀行捐給我們 這個稱是靠來做什麼的呢 原來這個稱就是靠來稱銀的 這個就是原先應該是斯里蘭卡的 匯豐銀行分行用過的 所以他們就捐給我們 我們看到這個稱 應該都是印度的加爾國答做的 那裡的寫著 這個雜貨店其實我們一早已經看中了 就是當時的一間叫永和雜貨店 當時這間永和雜貨店 就是在威寧頓街的一個街角位 其實它已經是危樓 我們最初就想著它可能 在一個短期會結業 我們會將它雜貨店裡的東西 它可以捐給我們 但是一直到我們做這個香港故事 要做這個報展的時候 永和還在做生意 但是我們用了永和的招牌 但是我知道我退休之後 永和最後也要拆樓了 他們好像將部分的藏品都捐給我們 最後也成功了 可以這樣說 所以挺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是香港很有歷史 我想很多在附近地區 買慣送的朋友 都會記得這間雜貨店 這個是我們的一間茶葉店 其實應該是我們收回來 有兩三間茶葉店的東西 放在一起 當然論名氣 陳春蘭是最出名的 他們結業的時候 也將茶葉罐捐給我們 這裡也是他們捐給我們 擺茶葉的一個地方 這裡我們長期 是刻意放一些茶葉在這裡 但是一進來就有一股茶葉味 這個也是我們整個展覽構思的一部分 但是這裡有個小插曲可以跟大家說 因為你發現我們現在有條金屬條封住了 有些人當作拿紀念品 就把這裡的茶葉全部拿走 我們覺得不行 我們又要再補充 之後我們就找一條膠條封了一條膠條 過了若干一禮拜之後 那些人發現連條膠條也被人弄爛了 然後茶葉也被人弄了 所以最後我們都是要出下策 都是要用這個金屬條封死了 但是有這樣的感覺 有些茶葉味 有些香味 這裡就是進來裡面 這裡有裝茶葉的這些箱在這裡 另外這裡會介紹 十九世紀做茶的過程 用的畫都是香港藝術館的收藏 那年代有一個很流行 就是中國的畫師 將整個造茶的過程畫下來 這裡就是我們的一個油證局 其實油證局 我們說是一個比較現代的服務 我們看到大家看到這個就是一個油桶寄信 我想現在開始慢慢都很少人會寄信 這個油桶就是很早 這個大家看到寫著VR 就是Victoria Regine 就是維多利亞女王年代的 這裡你就會看到 就是25號的信箱 這個信箱當然我們在外面街收回來的 大家看到它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就發現原來油桶 它是種在地上 所以它下面有一大部分 這麼厚的 其實一般就是種在地上 這個油桶在我們舊版的香港故事已經展出 之後來到這裡之後 我們也是被人在這裡寄信 油局每日下午4點就找人來收信 後來發現 就寄信的人越來越少 我們原先想在這裡找一個地方 在賣 就是這個郵票或者賣明信片 但是根據政府的規定 我們就不可以這樣做 結果我們就發現 沒辦法了 唯有封了 油桶的作用已經沒有了 值得和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門口 這個門口為何這麼特別 原來這個我們是仿照 舊的中環的油正總局大廈 它裏有一個這樣的拱門 那裏有一句很有意思的畫 就是As cold waters are thirsty so so it's good news from a far country 正如好像一個可能在沙漠裏面走的人 他對於水的渴望 等於你收到遠方來的好的消息 這個來講油正正正是點出油正服務 所帶來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的將遠方的人 和這個家裡的人聯繫起來 那裏面就有很多油票 就是我們香港不同年代的油票展出 我們那個油票的收藏是相當豐富的 就是我們香港的每個不同的年代 唯多你是呂皇年代一路到回歸 我們後面看到古色古香的一座 那樓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構思香港故事的時候 因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本來打算是東華醫院的 因為東華醫院是1870年成立 它是我們的一個慈善團體 是華人發起 由政府的支持 他們做很多善事 除了是一個醫院之外 他們做很多鎮災的工作 另外有義學 另外比較特別的就是他們有義莊 因為那時候很多在外國去世的人 他們都希望可以 他的遺體撞回他的鄉下 我們叫做延植安葬 所以義莊主要的功能就是做這件事 這裏只剩下一個這樣的場景 但是即使如此 你都看到其實做的時候 工都是很精細的 大家看到這些爆刺磚雕的物體 看起來都像層層一樣 豬紅的柱 或者隻色 鉗板等等 都是很逼真的 這間藥財店可以說 我們香港故事這條房古街裡面 可以說是最珍貴的一個部分 因為這個成祭堂 他在1885年的時候 在廣州成立 然後搬來香港 當他在80年代初 他們決定不再做的時候 歷史博物館當時就接觸了他們 大家同意就是用一個半賣半送的方式 我們就把這個藥財店裡面的東西 全部收了作為博物館的藏品 當時就是找了香港大學的建築 他們就幫我們整個拆卸的過程都是由他們進行 然後每一個標準的位置從哪裡來 我們就在舊館 在九龍公園那裡 我們做舊版香港故事的時候 就重新把它再組出來 然後我們再做這個香港故事 所以藥財店重新在這裏 在舊街搭出來 那這裏有什麼值得看呢 首先我們看看這邊的櫃桌 這個櫃桌就是原來的藥財店櫃桌 不單只是一塊木這樣過 而且下面還有很多木雕的裝飾 然後這邊最有趣的就是 這裏有一個是當年的省港名醫一覽表 特別有趣的是下面的電話號碼 和它的地址 那時候的電話號碼只有五個號碼 而且這個地址有很多是日漸時期的地址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城製堂的門面 那上面就是有很多暗八仙 即是用這個八仙每一個仙人所用的那件物件 譬如說是洞燒或者葵線之類的東西 所以是很有寓意的 這個櫃就是玻璃 但是這些玻璃其實也挺令人驚 因為玻璃很薄的 你敲下去很響響聲的 那上面就有寫著城製堂國藥行 心容玉桂尚藥 那還有英文的 城製堂Herb Company Estabes 185AD 那這個就是真的可以說是非常古色古香 大家看到這裡後面就是一部電車 我還記得當年和我之前的館長 就去羅素街 他那時候的電車總部那裡 就幫他們談這個電車是怎樣可以捐給我們 很有意思的 那個地方就是今天的時代廣場 原來那裡以前就是電車總部 那這個電車後來應該是… 其實就不是完全捐的 是要付少許錢的 不是捐的 那半壞半送的形式 我們就拿到這一部電車 那這個電車最刁鑽是什麼呢? 最刁鑽是怎樣運到這裡 因為大家看到這裡密封了 那整部電車又不能拆掉之後 重新裝陷的 那是怎樣來的呢? 原來這部電車就是在香港島那邊 大家知道香港島那邊才有電車 在那邊就彎仔下船 下船之後就運到紅磡 有個碼頭在那裡上岸之後 就趁晚上的時候就運到這裡 然後用吊車吊下來這裡 其實我們做這個電車的時候 我們最初以為電車這件事 可能會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 可能會失去這種服務 所以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將這部 特意在這個展覽裡面 設一部電車在那裡 當然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電車是一直繼續 都還在運行著的 那個型號來說是50號 它是相對比較舊的 這個部分主要是說 戰前教育的發展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堆 戰前到現在還存在的一些學校 這個部分很受歡迎的 因為很多人來看看 我的家學校在哪裡呢? 這樣幾個人 這個展覽裡面 也有很多場景 其實就是把一些已經消逝了的景象 重構出來 這裡就是一個入學的時候 可能是拜師的一個這樣的場景 這裡掛著這個至聖先師 這個孔子的像在這裡 我們這裡是有一個錄音的 就是講這個三字經 人之初、聖本善、聖雙人、雜雙縣 有這樣的聲音 然後老師說一句 學生的回應一句 這是很傳統的教學方法 就是一個背重的方式 這裡有很多照片 還有這裡有很多展品 在展櫃裡面 我想重點想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個畢業證書 這個畢業證書 有什麼特別呢? 你看見了 學生謝碧珍 是廣東省中山院人 現年二十歲 在本校初級中學 修業期滿成績合格準月畢業 這個畢業證書 這個畢業證書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是文國 二十九年 即是一九四零年 其實這張證書 是一個收買佬賣給我們的 它賣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去哪裡來的 收買佬的東西 是周圍收的 有一天有一個女子 我想是中年的女子 來看完展覽之後 她就來找我 她說她在展廳裡 見到她媽媽的畢業證書 所以我走上來幫她看看 她說這張是我媽媽的畢業證書 我說這樣吧 你找到我們休館 星期二休館 她媽媽還健在 帶了她媽媽上來 當然她既然很清楚 1940年的時候二十歲 你也猜到她有多少歲 所以她媽媽當時上來 現在已經說了十幾年前了 我們上來 我們故意做了一個複製品 打在這裡給她看的原件 讓她成家人來債 他們家人來債 在這裡拍一張照片 我們將複製的影印板送給她 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挺傳奇的一件事 就是有人居然在我們這個藏品裡 找回自己的東西 當然我們藏品我們就不能給她 我們只能夠 她也覺得很開心 她自己的畢業證書 就可以在博物館那裡展出 給大家一起欣賞 我們知道香港是經歷過 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的館治 我們就特地在這裡 就是做一個 這個不是太大的一個展廳 相對小的 我們特地在裡面是比較迫劫的 因為我們你看到 進去就當作是一個防空洞 那一年代其實香港是有很多防空洞的 因為預計日本人一炸的時候 他們就走進去防空洞那裡逃避 當然了 戰後他們就把這些防空洞 一個一個封殺 以前很多的 譬如在灣仔 我們知道在大佛口 都有一個很大的防空洞 所以我們就會重構當時的 防空洞裡面的那個氛圍 一方面裡面 入對裡面很炸 就把沙包放在這裡 並且大家看到那些燈 都是應該在防空洞裡面 當年用的燈 裡面有聲音的 裡面有個VVVVV 就是有一種警暴的效果 進去你會覺得很緊張 真的好像自身於當時 就快被人轟炸的時候 那種很恐懼緊張的感覺 營造了一種這樣的氣氛 在這裡這個展區 就是講日漸時期 在1941年12月8日 日本人就開始打香港 那場戰役 就維持了18天 我們叫做18天戰役 都打得挺慘烈的 這裡我想要介紹一件比較特別的 我們可以說是一件升級的展品 這個招牌是什麼呢 這個招牌如果大家再過來看 這邊有一張照片 就是日漸時期的時候 他們就將匯豐銀行 作為他們的一個總督 然後前面掛的牌 就是香港佔領地的總督部 那裡變成一個總督府 所以就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一塊門牌 那它是怎樣被發現的呢 其實也是有一段估計的 因為打完仗之後 之後呢 胡豐銀行就找人進去 去整理一下裡面 亂殺頭籠 整理一下一些東西 我想其中一個 就是負責整理的公司 那個人就把一塊這樣的木牌 拆了之後呢 就搬了回家 搬了回家之後呢 他就把它扔轉了 當一張普通的桌子來用 就一直都沒有拆過 原來他背後有字 而且還是一件 這麼有歷史意義的一件文物 直到這位人輕過身之後呢 到他的後人整理為密的時候 才回頭一望 看到一件這樣的東西 就主動接觸博物館 說我們有一件這樣的東西 我們一看 嘩嚇了一跳 所以我們就很開心地 收這件東西回來 還有一個故事 有一天我們放在這裡之後 就臨放工了 臨放工的時候 有一個我們的老朋友 其實他是藝術館的顧問 他是搞書畫的 他就氣急敗壞 就去找我們 他說 不要關門 我想上來看看這塊牌 我們就帶他上來看 他就說這塊牌 就是他老師畫的 老師寫的 老師就叫鄧爾雅 鄧爾雅是東莞人 是一個非常出名的書法家 因為這位老先生 其實就是鄧爾雅的弟子 就是跟過他學書法 也聽過老師生前提過 他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但其實也是語言不詳 因為他也不太想看 但是坊間有一個傳言 就說當時就是 鄧爾雅寫了這幅文之後 日本那方面給了三包米 所以有一個花名叫做鄧三包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 譬如有部分 是我們後期收回來 有關東江中隊的文物 因為我們知道 在日漸時期 一直跟日本人做游擊 跟他們在後面 組織一些游擊活動 譬如是救一些盟軍的 那些降落傘 跳下來的人員等等 就是我們叫做東江中隊 港九獨立大隊 當時是這班共產黨 他們活動的地區 基本上是在新界 我們知道是西貢地區 西貢地區 和我們香港的東北區 即是農藥頭 近著荔枝荔枝 即是那邊的地方 那邊就是他們很活躍 另外大嶼山 也有他們東中隊 港九獨立大隊的身影 所以我們又問他們 拿到一些文物 另外那邊 另外有一件文物又很有趣的 就是去到打完仗 日本人投降之後 去到九月的時候 簽行書的時候 我們有一幅相片 另外我們也在港督府的地牢 即現在叫禮賓府 找到一張桌 應該都是那個年代 就是簽行書那個年代 依稀見到的一件這樣的傢俬 所以也象徵著三年 還是八個月的結束 英國人在八月底的時候 就回來 一支藍隊就在馬尼拉那邊回來 重新佔領回香港 香港又回到英國人的本職 當然裏面最後有一部片 那部片其實是拍得很好的 就是講完十八日戰役之後 講完日戰時期的生活 一直到廣島和長期的原子彈爆發 然後到日本人投降 整套片 亦都是作為整個展廳的一個總結 我們當然 我們做這個Gallery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訪問了很多人 我們在八零年代的時候 曾經做過一個研究計劃 就是一個口述歷史計劃 專門訪問過日戰時期的人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都提到 日本人有一個方針 就是盡量將當時香港的人 將他們遣散回內地 所以真的停留在香港的人 相對就不是太多 因為我們知道打完仗之後 由一百六十萬變回六十萬 就是有一百萬人走了 但是我們都真的做過一個口述歷史 其實是訪問了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講回當時的生活 因為我們很多 我們欠缺很多文字的資料 所以我們只能夠利用口述歷史 去訪問那些當時在這裏生活的人 講回他們的經歷 作為我們一個參考 其實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以前那裏有幾個電話給人聽 就是我們找了幾個人 將他們的經歷 給大家聽回他們的經歷 但是現在的設計就改了 就變了有些 就是那一年代的可能是一些漫畫 諷刺地講回當時的生活 我們知道戰後香港的發展 就是一日千里 從這裏開始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人湧下來香港 所以你看見這張照片 就看到當時大坑 即大坑道一大的木屋區 寮屋區的情況 其實當時很多人下來 沒有屋住 那怎麼辦呢 可能用少許錢 有些人搭一些木屋住 但這些木屋很有問題 衛生條件很差 沒有洗手間 而且如果碰上打風下雨 就隨時被風揭了頂去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那個年代多數是燒火水 一打火水腦 就會引發了火燭 最有名的是1953年聖誕節 10月25日 石結尾大火 有6萬多人無家可歸 因為經歷過這一次之後 政府終於下滴決心 都是要建公屋 所以很短的時期之內 就建了我們現在說的很多的 即是洗字區 待會有些照片 大家會看到當時的 即是洗字區的景況 當然是很擠迫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過 就是住這些木屋 剛才提到1953年聖誕節 就是石結尾大火 政府就下地決心 開始建公屋 其實最早的 就是現在仍然保存下來的 就是在石結尾的美河樓 其實我們當時也訪問過 一些住過這些公屋的人 即早期 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最深刻就是廁所 因為廁所不會有自己家的私家廁所 就是一個公廁 公廁在H字形中間的橫 其實挺髒的 而且很多時候他們會 早上發現那裡有很多針筒 我們這裡大家看到的 就是一個單位 陸架床 因為人多 很多時候大人就分樓下 小朋友都放上樓上 另外還未夠 就做一張這樣的 我們叫做帆刀床 當年如果能夠有個室飲機 就很不簡單 當然最早期應該是荔枝呼聲 另外有一部機 會荔枝呼聲 後來當然我們有商台 熱水壺就必備了 因為那年代流行喝熱水 就不像現在要喝冰水 大家看到沒有雪櫃 沒有冷氣 當然是 還有那年代有個習慣 大家很喜歡把照片 承扎 因為那時候的照片很細幅 就把照片搭在一起 就找個相架霜起它 這個是很有家庭的感覺 就是這樣 走到外面 這條其實是一條冷巷 這個就是他們只能夠煮食的地方 只能夠在外面冷巷那裡 放兩個火水爐在那裡 在那裡煮食 晚上就要關掉它 怕被人拿走 因為這裡沒有水 去哪裡拿 就要去洗手間 去廁所拿水 所以這裡有些水桶 棉盤 洗衣板 這個應該是五十年代初的時候 剛剛公屋開始的時候 就是洗字區的年代 基本上是這樣的設施 所以我們在這裡 特意做一個這樣的單位 讓大家可以回憶起 其實我們早期的人 香港的生活都是很苦的 都是經過一段很艱難的歲月 一直努力奮鬥 才可以去到八、九十年代 才發展成一個國際大都市 我們剛才看了一個 當時的洗字區的單位 這裡大家會看到這幅照片 就會看到前面就是李正公屋 後面就是公屋 就是蘇屋村 也是香港很多人 我想想起都有一個集體回憶 我們看到這種洗字區大廈 就是七層高 而且是H字形 大家就看到H字形 浪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全部都浪在旗樓那裡 我們叫做萬國旗 大家看到這個 我們叫做天台小學 可以說一下這個年代 很特別的一個安排 有個天台在這裡 不要浪費 大家也看到這個屋 很擠壁 整個屋村 後面就開始 環境比較好 就是蘇屋村 單位會比較大 還有自己的廁所 有自己的廁房 整體條件就是比洗字區要好 租金會比較貴 所以看到這裡 看到兩代的屋 就是由最原始的公屋 就是洗字區 然後到一個比較好些 就是改進了的一個租屋村 我們香港就是因為周邊 沒有什麼河流 我們食水就是看天的 我們主要是靠雨水 就是每一年下雨 所以香港就建了很多水塘 如果碰漲是天旱 那些水塘會乾糖 我們就是乾糖 會乾乾 不過1963年這次就很嚴重 製水主要就是每四天供水四個小時 大家看到這些照片 後面的照片 就是當時那些人輪街喉 他下午四點鐘供應水 那些人一早就把家裡的罐 就放在那裡 就像排隊一樣 大家不要打尖 然後到四點的時候 那些大人就會殺到 就會拿水 所以見證著這一段 這麼艱辛的日子 香港的地理位置所在 其實我們偶爾也會有一些熱帶氣旋 就會襲擊香港 當然我們歷史上 有好幾次很有名的打風 當然戰後 我們到現在為止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溫代 Taifun Wonder 溫代就是在1962年9月1日 我們叫做九一風災 當然 當年來講 造成的破壞是很大的 因為那一年代 我們香港還有很多寮屋 山邊很多木屋 這幅照片裡見到的 就會見到那些車 吹得整架車是反轉了 這是什麼邊緣 這裡大家看到 那裡寫著文匯報 這是波斯庫街 這是波斯庫街 當年波斯庫街的街尾 是避風塘邊 所以是海邊 你從這幅照片 你都可以想像到 當年溫代的風力有多大 我們這條街 其實就是什麼都有些 我們有雜貨店 我們又有個涼茶店 因為當年代 很多人家裡未必有收音機 去涼茶店聽收音機 聽那些講故 還有有點唱機 當年代已經流行歐西流行曲 所以有這個點曲 這裡我們在街角 做了一個理髮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到今天都有 街邊環頭環尾 都會有一些非法檔 所以我們又做了一個這樣的場景 讓別人懷舊一下 你看見其實很簡陋 相對於現在的髮型屋 那一年代就很原始 但基本上都可以 看見各類非法 理髮用的用具都齊備 看的樣子應該都是 我想是男士而已 女士還不會坐在街上 讓你這樣非法 隔壁那裡 一會兒你會看到 就是吸引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 其實他們都不太喜歡非法 因為非法要坐定定 那些小朋友是坐不定的 所以怎樣可以 吸引到他們來非法呢 隔壁有一個檔 放了很多書 連環圖 讓小朋友坐椅子 讓他們坐在那裡看 連環圖 排隊非法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就把這個場景 重現出來 給大家 可能一些部分的朋友 早年都曾經 看過這些連環圖 或者在這些理髮檔裡 曾經理髮的 想回當年的情境 我們香港 幾乎由開放開始 我們主要是靠一個轉口貿易 因為香港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維港 我們一直都是靠轉口貿易 一直到50年代初 1950年爆發了韓戰 韓戰爆發的時候 聯合國就禁運 於是否影響了香港 所以我們50年代 可以說是我們香港的大工業 即是輕工業 即是大放異彩的一個年代 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 於是否這個廠商會 他們覺得有需要搞一個公展會 大家其實後面看過一幅相 就是在這個灣仔 剛剛新填了海 填了海之後 那幅地也要一段時間 才可以建立 所以他們利用那個空間 做了其中的一屆工展會 我們籌劃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工展會 會重新出現 我們覺得一方面 工業香港很成功 以及很重要的一環 每一年工展會 其實當時是香港產品的一個展銷 那麼在這裡 你會看到我們其中 就是有一些 譬如這裡前面有些堂瓷的東西 或者我們看到紅A的那個 那個真是大牙刷 真是夠牙刷 那個超巨型的牙刷 那麼這邊也有一些 各類的燈 各類的燈飾 那麼後面也有一些 就是香港出的衣人書 就是各類的衣服等等 其實當時我們在60年代流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 我們的膠花葉、假髮、玩具 各方面的東西都發展起來 其實初期很多都是一個家庭工業 即是說他們可能一些山寨廠 將一些工種 就發配給當時的一些家庭 譬如那些穿索膠花那些 一方面又幫到一些比較收入 不是那麼多的一般的普羅大宗 給他們可以值這個機會 又賺回一點點錢 另外方面其實也是帶動了整個生產的 我們去到60年代 其實我們的產品已經運銷到世界很多地方 如果你看過其中在香港的年報裡 有一幅地圖 你就發現除了當時的蘇聯 以及世界上其中幾個地方之外 我們的產品基本上 去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所以Made in Hong Kong 從來是一個非常好的品牌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譬如我們那些鐘錶 我們的相機 那邊是有些玩具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看看我們香港曾經在工業發展的成就 還有看到這個 和我們香港市民的生活 亦都是分不開的 息息相關的 我們現在去到這個 香港故事展覽最後的部分 放映一個關於香港回歸的紀錄片 我們知道在1979年的時候 港督麥理浩 他就上去北京 初步 其實是想談談關於新界 想續約的問題 因為他知道再過了十幾年之後 1997就變成了新界到期了 講回麥理浩 我們知道麥理浩 他來了之後 他是任期最長的一個廣督 而且在他任內做了很多事 做了很多改革 所以其實他這個改革奠定了 可以說是後來整個香港的基礎 都是這樣奠定的 譬如說廉政專員工處 九年免費教育 十年的建屋計劃 各類的社會福利的服務 特別是ICCC的成立 真的那個改變很大 但是我們現在也知道 其實麥理浩這樣做是有個原因 因為麥理浩其實打算 就是搞好了香港 本來打算是用這件事 跟中國去談回歸的問題 但是鄧小平覺得 九七我們要拿回香港了 馬理浩回來後 是不動聲色的 但是沒有很久 就開始展開了中英的談判 去到1984年的時候 就是簽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然後開始了 就是香港的一個 所謂回歸的過渡期 一直是去到1997年的6月30日 就是在凌晨的時候 就有一個交接儀式 守之前 英方那邊就是在中環那裡 就是近日遮打花園那裡 就是搞了一個告別儀式 這個大家看到 這兩個 一邊是中方一邊是英方 這兩個是原件 我們是儀式完了之後 他們是把這兩個捐給我們 還有後面你看見那些那椅子 都是那個儀式用過的椅子 所以這個場景 是一個很歷史性的場景 而我們也很幸運 能夠拿到這兩個原件 這兩個其實 一個就是英國的國徽 大家也可以認得它是英國國徽 這個上面有一隻手指一隻麒麟 這邊就是天安門 加上五星 我們覺得很恰當 就是利用這個儀式的交接 作為那個展覽的終結